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座老师 那么呢今天是2021年9月24 又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好 周五的时间啊 给大家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旁边情况啊 那么呢昨天啊 这个行情突然就是反方向去走了啊 这个稍微的有点出乎意料啊 走的也比较的急啊 好 包括但是昨天重点给大家说的黄金 对不对 来叫大家去空对不对啊 这一波空啊 不知道大家有抓到的没有啊 非常的一个爽快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今天的情况的话 呃 欧元四小时级别啊 那么当下来讲啊 还是看一个低位的震荡就可以了啊 这样看这一块的一个震荡 然后一小时级别的行情啊 那么呢 这里啊 还是一个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那么这里依然是一个啊 压力位 那么呢 下方啊 这里依然是一个支撑位啊 所以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欧元 继续看这个区间的震荡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在这一块会有一个空点 大家可以等一些信号出来就去做空 好吧 好 这是咱们的欧元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啊 英镑的行情啊 那么呢 呃 昨天四小时级别 这里往上再戳啊 那么呢 四小时级别 当下这里啊 就是压力位啊 四小时级别 当下这里就是一个压力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级别的情况 一小时级别的情况啊 那么呢 如果把这一块啊 当做一个压力位的话 那么今天应该还是有短线的空点啊 今天啊 直接这么再掉下去的可能性啊 这种也不大啊 直接掉下去的可能性也不大 大概率呢 会在这里会做一个震荡啊 所以说今天如果有高点可以去做空啊 好 这是咱们的英镑 然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黄金啊 黄金其实目前是比较凭空的啊 比较凭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步行情 昨天啊 也是在这里啊 直接就打下来了啊 所以说呢 当下的一小时级别啊 我觉得黄金就不用想太多啊 就顺着继续空就可以了 呃 然后今天的压力位啊 大概就是在这一块啊 今天的压力位啊 大概就是在这一块 这一块大家可以考虑去做空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黄金 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弱势 大家可以考虑去做空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云游啊 云游的旁边 四小时级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昨天其实有给大家去说的这个位置的压力啊 那么呢 目前稍有突破啊 当时这个里很有可能去形成刺头啊 是一个假突破 所以今天的云游继续关注一个啊 空点啊 继续关注空点啊 他有可能会走一个啊 这样的一种行情啊 有可能会做这种行情啊 来 这种行情啊 所以说呢 云游啊 那么呢 下来之后再上来 这里是一个空点啊 这里是一个空点 所以云游大家也找机会去做空就可以了 好吧 行 以上就是今天早盘啊 的一个全部的内容啊 重点关注黄金云游啊 行 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周再见